我这次很高兴能够成为超市这个智商活动的一份子 我希望所有特殊的朋友能够像奥望一样幸福快乐 我更加更加希望他们的宿舍外面有一片好像这里一样很大的草地 给他们更多的活动的空间 清新的绿色环境让人身心舒畅 在那里没有斗争也没有烦恼 只有欢乐跟纯真 希望中心有一台车可以载他们到处去 往往直前梦想就可以实现 我希望有一个很大的旅游巴士 可以定期地带他们到外面去久久去玩 然后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品尝一下不同的美食 我希望厨师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厨师 每天找一些好吃的炒饭给院友他们吃着好 我想吃着那个鼓声可以带给中心每一个朋友 一个生命的跳络感 生命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向我这种鼓声鼓励鼓励 实现梦想效无比的勇气和毅力 为了帮助财上朋友 为他们建造一个属于他们的永久家园 敲写了事实轻力轻微 还苦练肚皮舞来为慈善表演 这几个月下来 看着他全力以赴 一直为节目做旁白的我 也希望能成为筹款活动的一份子 为梦想出一份力 一群被大众忽略了的智障朋友 正面临失去庇护所的危机 乔写关注到他们的需要 决心要为他们筹募散款 建造一个属于他们的永久家园 其实我是真的是丑莎姐感动我去帮她做这个节目 我也希望我们做完这个节目 你们看完之后会更加去关注一些特殊的朋友 关心他们 我其实他们的需要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的 因为他们不会跟我们讲他们要什么 他们表达的能力会比较差 但是最基本的 他就是需要人家去关心 他需要朋友 需要companions 但我们怎么去帮他 就是尽我们的能力 秋夏姐啊 这几个月真的辛苦你了 真的就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们在这个空气中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你一起坐下来 我是非常荣幸能来访问你 因为我知道你这几个月真的很辛苦 可是现在看到这个练习 还有这个赛款的成果 这个心情怎么样 是轻松的口气来感觉 很轻松 因为没有想到那个赛款这么多 所以就是再谢谢 要谢谢大家 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紧张的开始 不要说轻松 因为我的肚皮我还没有跳 对 我也很期待看的 那个是黑油最重要的部分 对 那是细肉的部分 那是黑油最重要的部分 诶 黑油啊 这就是这结束 但是我们就很少 那只能拉 像中文字一样 有这些只能拉 你这些只能拉 你这些只能拉 不要 有这些只能拉 有这些只能拉 发现怎么强 我怎么会被弄 去 我怎么会被弄 我怎么会被弄 它 Nathalie and Toby 喜乐就带给所有的朋友了 我在这个音乐方面 这一次真的是很大的托迫 很大胆 因为一方面又为了迁就二月的表演 多提文章表演 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就认识一位埃及的音乐大师 他的名字叫Hossein Ramsey 他是在世界音乐很有名的一个打鼓的大师 那我把我这个慈善的活动跟他propose 他就知道因为是慈善的活动 所以他肯替我做这首音乐 那全部的音乐都在埃及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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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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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显示 那些孩子能得到 他们没有感觉 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想起来 这事实是终于很悲略 就是给他们 一生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 我们要召祝这次祝福 有一个生命总是不停摆会在模糊的经验 一次我想起似的感受到了 一阶音符上压的欢喜 Happy Birthday是什么意思 可否让我再重温一次 尽量学习 我应该从那一号那一句开始 我确定自己的事情 深入其道你我所知 來 需要久不聽一下 披草 像尖叫一樣可以 這個算是什麼音? 真的音還是假音? 算假音 可是是另外一種唱法 假音就是他不適合於美聲 他是把他擠壓起來的 像有點 中國樂器有點唆吶 它是兩個黃片 你要把它憋著很緊 一個草 有沒有 它就吹嘴 我們的喉嚨就是像那樣 就壓扁 壓扁 然後把氣吹出來 一向唱歌 開口龍 開口龍 這叫壓扁 因為這有像唆吶 有肌肉嗎?拿兩塊 這裡 這裡的肌肉 這裡 把它關緊 把它往上推 對 就這樣 就是它 對 進去弄了 進去弄了 旋律很不一樣 充滿了細微變化的中東音樂 不限於西方音樂裡 單一的固定節拍 所以聽起來 常令人感到特別的奔放 和富裕變化 如果在這百轉千回的旋律中 配合著中東舞蹈 可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隨性律動之餘 還要抓住當中的細微節拍 和高低頻頓 舞者對音樂是需要何等的敏感 身體又需要何等的靈活 所以我們在這間大陸 一張熱視 也要來買一張 這間大陸 就是一個級別的 一張熱視 也要來這間大陸 一張熱視 一張熱視 感到悲哀你是否坏在来 手上你的关怀 请不要怀疑我到底 你不明白 我们每个每天 有苦难言 爱不幸你出现 谁会出现 万有这一天 在我们的中间 有人就会听到一句 生日快乐 先来跟我说 生日快乐 先来跟我过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首歌还有当天 在生日会当中用钢琴 又是一样的 生日快乐 影响非常深刻 带给大家很多欢乐 而且是对阿燕来讲 那天那个互动真的是 那天我给我很深的感触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埃及的音乐 还没做好嘛 我只好用钢琴 因为天就那个音乐会的时间 所以就导演叫我唱 那首歌给阿燕听 那唱完了 其实我是在等 那个机器叫停的 那我就等着呢 还没有叫停了 那突然阿燕就亲了我一下 那当时我觉得 那个感觉很清明很清明 我眼泪就是 因为很多朋友 看了这个 应该是第二集 他们都觉得 这一幕很感动 我自己的感动 觉得它 就是没有彩排 没有什么 那个是真的感情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